我国有能力通过对疑似输入病例的临床标本 开展荧光皮卡检测猴豆病毒的基因 这样我国就可以及时发现潜在输入的猴豆病例 所以我国是这个能力已经建立起来了 目前国际上还没有确定不明原因 儿童急性肝炎的病原体 其病因和发病机制应在持续调查和研究中 截至2022年6月初 全球已有三个国家报告了 不明原因儿童急性肝炎疑似病例 一共是650例疑似病例 此外还有99例还没进行分类 疑似病例中大部分是在欧洲区 就是说374例 650例中有374例 其中不明原因儿童急性肝炎 导致至少38名儿童需要肝移植来救治 救力死亡 现阶段 WHO建议采集疑似患者血液 尿液粪便和呼吸道标本 必要时采集肝活检标本 开展相关病原的筛查 包括腺病毒 新型冠状病毒 巨续炮病毒 EB病毒 水痘病毒 和单身抛诊病毒等 这些病原通过核酸检测方法 主要就是荧光皮签方法 这些病原我国都已经具备了 上述病原体成熟的技术储备 和可靠的核酸检测和筛查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